大家好 派遣律师Lawyer X 我是童文勋 我是许馨 其实很多人来问过 我了所以我觉得说 找一集来跟你谈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要抗疫嘛 要防疫嘛 可是呢 其实有很多国家 其实他们认为疫情很严重 像日本就是最明显一个例子 所以安倍晋商突然有一天就宣布了 就是全部停课到一定的时间 那所以他讲的是高中以下 因为归他管嘛 大学的话大学自治 归这个学校自己决定 是不是可以远距教学啦 其实都不会因为这样而失去学习的机会嘛 因为毕竟现在是网路的时代 可是台湾不是 台湾是继续让你上学 然后政府说我们准备了口罩 不是一个人每一天都发 是告诉你说你根本不需要戴口罩 那如果说有这个发烧 或这个觉得说跟他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症状很像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会提供你口罩让你戴上去 然后会带去检查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家长不放心啊 所以很多家长在研究的就是说你整个SOP的时候发现说漏洞百出 那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只有一个小孩两个小孩非常有宝贝哦 但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条件把孩子在这种防疫的时间 而且是无限期的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时间会到什么时候 那至少你现在一熬要熬到暑假嘛 在放假之前 你要不要决定说孩子要休学 那我其实已经有不止一位观众跟我留言说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孩子要休学了 因为教育部给他们的公文正式的回答 就是说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 所以呢你认为说你有担心 所以你小孩在家里呢 你请假不能行那么多天的 所以如果真的做这个决定的话 就必须要面对休学 那休学呢 你又不能够在下一个学期就复学 你要走完同样的程序嘛 所以孩子可能在很多的这个进程上面 也许就会晚了一年 但因为现在的这个 我们的学习的这个弹性比较多一点点了 有自学的空间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是不是在下一学期赶进度嘛 所以孩子可能压力大一点 或者你真的留在家里的时候 家长有条件 让他同步跟着学校的进度是一起的 因为国中小嘛 这个课程也不是那么的困难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谈在家自学的问题 就是说要防疫嘛 小孩子可不可以在家自学 其实我觉得在家自学 现在哦 在就在我了解的比方说英国啊美国啦 或甚至是台湾 其实都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而且其实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 不少有名的人物 他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曾经在家自学过 像我昨天还在看 就是前美国国务卿 Condola Therese 因为我以前研究所念国际关系 当时最红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之一 国际关系学界的 其实就是Condola Therese 我后来发现 他以前小学一年级也在家自学 可是他自学那一年的成果非常好 他很多科目的程度 都已经到三年级或五年级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在家自学 其实是可以让小孩子 其实让他的能力给爆发出来 我倒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持一个 不禁止甚至是 是鼓励的一个态度 那种方面 好 那我们先讲一些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 非常早的在家自学的 有哪些人呢 也是因为瘟疫 所以比较有趣 我们就拿来做一个对比 1665年的时候呢 当时英国爆发了一场瘟疫 那个是鼠疫 那当时剑桥大学就关门 就是所有学生都回家 那牛顿呢 就在不但回家 而且他在家里呢 农耕 他就苦读了两年 自己读 结果在这个时间呢 他建构了他 最重要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科学的成就 那著名的这个苹果落地的这个事件呢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 然后他也从此推测出来一个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案例 那你也找了很多 我们还蛮耳熟能详的一些 现在的一些案例 对 那其实 其实在家自学的原因很多啦 比方说第一个 就是小孩不适应学校的生活 比方说有些小孩 他可能在学校被霸凌 那我这一次有看到就是说像红面骑王周俊勋先生 他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常被同学嘲笑他的胎疾 所以后来决定就不要上学 结果他不上学 他的父亲就教他下围棋被棋谱 反而开创了他的人生 他后来成为台湾有职业围棋制度以来 第一位九段骑士 那这样的成就 其实就不是一个一般正常体系 就一定能够培养出来的一个小孩 那在运动方面呢 有哪一些 我觉得运动部分应该就更多 更多的 对 因为运动选手 他们要长期接受体育训练 甚至有些时候要遗失去不同的场地 像我个人喜欢的网球的部分 大小威廉斯就是非常有名的自学的一个案例 他父亲就是希望说 他们能够在网球上面取得成就 所以就是希望大小威廉斯能够在家自学 然后把多一点时间给网球 但大小威廉斯现在也是相当有成就的一个体育选手 那其实去年七月我去华盛顿DC开会的时候呢 我遇到一位同样参与会议的那个一位也是律师 那他就是美国 而且是政府支持的 国务院支持的一个基金会 他们就是专门串联全国的在家自学的所有的家长 那我说这个基金会要怎么活下来 他说其实我们提供教材啦 然后还有很多的师资啊 所以其实他们收入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提供很多的很好的服务给这一些希望在家自学的家长 那我问他说原因是什么 他说其实他们比较多是信仰的因素 那我说为什么信仰因素要在家自学呢 他说因为他们现在对于很多父母对于美国 有一点回归保守主义 所以他们对于着请的教育的这种方式不能接受 其实他们在宪法的高度上已经争议了很久 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在学校教 那个就是 就是人是猴子变的 这一点 他们认为是不能接受 那如果你可以教人是猴子变的 那个那我也可以教就是说人是神造的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认为到现在为止 这个达尔文的这个就是自然演化的这样的理论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他们认为没有科学基础 他没有他们的利润 所以到升职了半天之后就是开放 就是你可以在家自学 但是在家自学因为政府最怕就是 家长有没有真的尽到教育孩子的责任 因为孩子不是家长私有财产 所以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的考量 所以他们事实上还是有很 复杂的一个管理的方法 家长少不了要填很多的表格 申请 然后其实台湾也有 所以整个国际的这个自学的变化呢 事实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家长就是选择把孩子留在家里 有一些原因嘛 有的原因是为了信仰的问题 有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对学校教材 但是另外两个原因 其实是学生自己的本身的特殊性 比如说他有这个学习的这个障碍 他一直被霸凌 那有些是绝顶聪明的天才 他就是没有办法适应 你要慢慢教他 所以这个不同的因素要不要举一些案例 让大家知道 对 像其实讲到宗教因素 其实我特别想提那个美国1972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 Wisconsin vs Yoder案 那其实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Yoder几个家长他们是那个阿美旭教派 那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的信仰者 那这个教派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崇尚简朴生活 然后他反对一些科技什么 像电力啦汽车这些的应用 那基本上因为在威斯康辛之后 他们要求小孩子就是上那个中学教育 所以Yoder这些家长就认为说 当他的小孩念完八年级之后 他们拒绝再让小孩上学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相违背的 然后因此有了这样的一个官司 那这个官司呢 其实最高法院 美国的最高法院法官是支持Yoder的 他们的理由是 我今天父母行使宗教自由的这个利益 其实是大于州政府强迫小孩 继续在八年级之后继续上学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所以等于是一个肯认就是说 在在家自学这件事情 然后在如果是因为宗教理由这个部分的话 他基本上是被美国宪法所允许所支持所保障的 那所以其实现在像美国每个州法 其实他们对于在家自学的这个管理方法是不太一样 可是基本上美国的50州都是允许的这样子 好那对于这个不适应学校的体制的学生 其实还蛮多的 那有一些是天才 那当然不用说了 但是有一些他是对于学校的教材 他有意见 是 那这个就讲到就是说 去年选前其实大家在讨论 就是一些台湾的小学 中学的一些性教育的教材的部分 其实那时候很多家长反应就很激烈 那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像去年就有家长就会认为说 因为加州的这个相关的一些guidline 就变的是说 你对于小朋友性教育比方说要从幼稚人开始 而且你可能就是都要教他们一些跨性别认同的这些部分 所以可能有些家长他就不是很认同 他甚至是就要求就是说把小孩子转机私立学校 甚至是在家自学 那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因为他教导的这个范围很广 当然去年在争执这个同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网路有很多不实新闻 他到底我们这个学校 在学校里面有哪一些教材是真的被引用了 或者是说外聘的这些老师 或是这一些专家 到了校园里面他讲了什么 他引进去什么东西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被厘清楚 我们其实很难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在学校被教了 有些人主张的东西讲的言之糟糟的 但如果说以教育部的就是通过的这些内容来说 有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说 有人认为说脚往要过正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 大一上宪法课的时候 我们的宪法老师李鸿喜教授告诉我们的 我也是上李鸿喜老师的宪法 他认为说钟摆呢 你要脚往嘛 所以要过正 钟摆要把他拉到这边来 当他摆荡回来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回到中间 那所以他认为 就是反正 可能被欺负的人过去可能有 这个性别认同歧视的问题呢 就要把这个钟摆摆荡到 另外一端的最高点 那对于这个钟摆摆到另外一端的最高点的时候呢 家长有一些人会担心就是说 这不是真正的性别的自由 你反而是去强调 另外一种压迫了 对这是另外一种压迫 所以这个是当时就有很多家长起来抗议了 所以在家自学需要哪些权利 就是说我可能要去申请吗 然后谁要经过哪些的核可啦 这个程序是什么 那其实台湾现在是可以在家自学的 大概是从1998 1999那时候开始 台湾就逐渐是可以做这个在家自学 那比较制度化比较好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 就是雏形出来应该算是2014年之后 我们说教育实验三法通过的那个时候这样子 那这个实验教育三法 因为每一个法规的名字都很长 我就在此就不念 那简单来说 现在在台湾要做在家自学 原则上就是跟各地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提出申请 那每年就是原则上在4月或10月的申请期间 然后像你的户籍所在地的直辖市或县市政府 提出你的计划 你的实验教育计划 然后经过这个直辖市或者是县市政府的 他们的所谓的教育审议委员会审查 通过之后就可以在家自学 那附带说明一下 其实在家自学是我们口头上说明 法规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名词 叫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 那这个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想要申请在家自学 然后你要把你的这个实验教育计划送的审查对象 那个审查的单位就叫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审议委员会 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就是说这个是向各县市政府申请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申请通过了之后呢 后续执行是不是需要比方说做一些成果分享 或者是说做一些学习报告书的部分 然后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就一个地的一些规范管理 那基本上现在国小国中高中都可以申请在家自学 那国小国中都可以拿到毕业证书 那高中的部分就看你要不要跟学校合作 涉及在学校 如果你涉及在学校可以拿到高中的毕业证书 那如果说你涉及在教育局 也就是说你不要跟学校合作 你仍然可以拿到一个实验教育证明 然后去报考大学这样 是 可是报考大学可能是走国外的路线可能比较容易 国内的部分你还要学策啦这些 其实还是有困难的 就是说你这家自学之后 你要回归到原来的那个体系里面 其实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度 我相信其实后来从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 其实去访问这家自学生 他们确实也会认为说 当他们在申请国内的大学的时候 确实会遭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相对说来可能 以就现有的眼光 也许他们还是有一些资历 或者说他们的能力没有被看见 被承认的机会 所以他们自己会认为说 也许机会不是那么多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说到底 还是民众的一些观念 或者甚至是教育体制里面的 教育者的观念 其实可能对于在家自学 还没有全然放心 或者是还是质疑的比较多有关 尤其那个名词 你说在家自学是一个实验性质的 一个好像还在try 那其实所有的教育 不都是实验吗 那甚至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越独裁极权的国家 越不允许这种 国小到中学的这一阶段 是洗脑的时候 所以它越不允许 你可以在家自学 理论上说来是这样 因为教育理论上说来 就是要多元化这样子 对那就是说 如果既然是要多元化 不是每个小朋友适合学校的教育 不过刚才提到 是不是独裁国家 是不是比较不允许 其实像德国 它虽然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它其实也是反对 小孩在家自学 它是强迫小孩子要去上学的 因为它认为说 小孩的教育权 跟父母的教育权之间 可能小孩的教育权 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个很难说对或错 因为可能有德国这种想法 也不止德国 就是瑞典是同样的想法 但是大部分的国家 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 可能都还是比较偏向说 既然教育是要标榜多元化 甚至是因材施教 那在家自学 理论上说来 就应该要成为一个选择的 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 所以在2014年 台湾有了法令可以上路了 因为很多人争取了很多年 在家自学 甚至还有申请小学 这样的学校的形式出现 那终于有合法的方式 可以在家自学了 可是2016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却跟这个学生的家长 打起官司来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 就是说 也许虽然法规已经说 你可以在家自学了 但是也许整体的社会的眼光 甚至是在教育体系里面的人 对在家自学还没有到真心拥抱的情况 所以那个案子是这样子 就是说相关的在家自学的家长 他们跟市政府申请在家自学 那小学的部分原则上是六年 所以他们申请六年 但是在没有背负理由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能只被通过了一年或两年这样子 那完全就不知道市政府 把他们打回票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相关的一个诉讼 那我觉得这个案子 那后来很幸运的是说 这些家长就告赢了 然后因此呢 就是说我想他们的问题 有得到一个处理 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点出来 可能在当初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 可能大家对于在家自学 甚至是连教育者本身 都还是有一些疑惑的这样子 这个台北市的案例呢 我看到你查出来这个资料 就是本来他们的真实是在说 本来他可以一次 这个母法就是这样子嘛 本来可以一次通过六年的一个学程 其实这也蛮好的 因为你一点一点review 那跳一跳去的 没有连贯性 六年的学程本来是可以一口气通过的 结果他只通过他一年到两年 那家长就不服嘛 而且是好几个家长 他们组合起来 要可能要帮自己的孩子 共同share一些cost嘛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这样 有可能有学生有互动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是那我觉得 这个审议的标准不明确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他申请六年 你只准他一年 那你要明确的告诉他说 为什么其他年份被拒绝了 是不是因为 比方说他的计划 你觉得不适合 写的不好 严重的有问题 那你就要指出来 那现在是完全不负理由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像 当然就是一般的家长无法接受 那另外的也讨论到一个 审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因为其实就有不少的在家自学的家长 有反应就是说 去年提供的计划 今年来申请就不过 或者说A家长用这个计划可以 但比家长用这个计划却不行 因为那审议有缘不一样 对 他们就常常不知道到底标准是什么 这样子 那有些时候呢 有些家长比较有心的 他会跟涉及学校的老师请教说 是不是能够给他一些建议的 他们怎么做 但是有很多在家自学的家长会发现 就是说 可能有些学校老师也不见得帮得上忙 这样子 所以就呈现一个在家自学的家长 他必须比较是处于一个 比较需要自立救济的一个状况 要很能战 要很能战 你要非常强的战斗力 但其实应该不是那么难 因为第一个有法条了嘛 所以你应该把这些表格填好 然后当然家长要请去嘛 就说你到底计划怎么样 如何能够确实执行 然后他可能有一个查核的方法 那我们提的这个案例 事实上后来家长就走了一个回避的路线 就是说 宜兰没有这么多的县制 所以他们就户籍签到宜兰去了 签户籍 其实有一点点必法行为 那签户籍之后呢 台北市政府多么鸡婆你知道吗 他写一封信呢 写一个公文 去给宜兰县政府说 嘿这群小孩的家长呢 就是违反了强迫入学条例 这些小孩应该要强迫入学的 可是事实上他们actually是在 台北市政府当时允许他们的 一到两年的这个学程 这个学程还没走完 然后他们签户籍到宜兰去 结果台北市政府一路追杀到宜兰 对那我觉得这几个家长相当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们为了坚持小孩子在家自学的权利 后来愿意打官司 因为据我了解 要是他们在写商的过程 甚至打算提出诉讼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压力 就是其他在家自学的家长 有的也不支持他们提打官司 原因是认为说这个在家自学 已经有一些社会不一样的歧视的眼光 你这样一打官司 大家不是更加歧视 而且对于到底解决在家自学有什么帮助 那这几个家长就是顶住所有的压力 后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诉讼 我个人认为是说在保护自己的权利上面 要给予这样的家长一些肯定的 其实要做什么好事都这样 敌人就在本能寺 通常就是你自己的team的人 才会给你最大的压力 其实大家都在努力这件事 所以这家自学在全世界 其实都在越来越多 像英国啦美国刚刚提过了 整个这个有基金会是国务院在支持的 那台湾显然没有 台湾现在目前都还是在家长 资地救济的这种情况下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讲古典好了 在还没有这么伟大的 这种大政府的世界来临的时候呢 其实所有的孩子不就是在家自学吗 然后我其实遇到过很多的孩子 如果是做生意的父母 把他带在身边的 这样的孩子其实都非常长眼睛 他应对进退 比你就是双亲家长 然后把小孩丢到学校 这种孩子事实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讲到在家自学 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字容易让人家有 就是那个误导的那个情况 就是他们都被关在家里 没有出门 而且感觉是他们要自力救济 他们没有资源 实际上在家自学 如果英文是homeschooling 我觉得这个字比较贴切 homeschooling就是家里就是学校 那换句话说 家里可以有还是有很多的资源 他的家长可以帮他找老师 家长可以带他去外面上 各式各样的才艺班资源班这样子 旅行 对旅行 然后甚至是像你说的就是 做生意的爸妈把小孩子带在蓬佩裕 这不就是一堂人际关系课 甚至是一堂所谓的商业教育课 经济课这样子 所以homeschooling就在家自学 其实我觉得在家自学 应该要把它讲成在家学习 比较不会让人家误以为说 这个在家自学就是很可怜 没有资源 需要自力救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知道这家自学的孩子 基本上都会做饭 对 这个我们确实我们现在的教育 都没有培养小孩子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蛮好的 只要家长其实有能力可以handle的话 我觉得我非常赞成在家自学 那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最初的 我们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就是 疫病在展开嘛 那大家就觉得说很担心孩子 所以如果说大家主张要在家自学的话 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社团 可以去找这些已经在家自学 这个社团可以去找他们的这个支持 互助 那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一定会有点麻烦 因为你必须要写报告 甚至到了国高中以后 他事实上是要做一些评量的 才能够拿到学历 但如果说这个孩子 你将来就是希望他能够行遍天下 走万里书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要出国的话 其实现在开始做在家自学 我觉得一点都不是问题 他可能英文还会学得更好 是 其实如果大家在网络上 偶尔就可以看到一些实验教 就是所谓的在家自学的孩子 他分享他在家自学的心得 其实你们仔细看 他的生活是非常多才多次 也不会像大家所想的 没有完全没有同才 因为认识朋友的方法 本来就很多种 不见得一定是在 只有在学校而已 而且我们看教部的统计 现在其实每一年参与实验 这种所谓实验性的教学 都每年都 申请案件都超过一万多件 所以 也许哪一天我们找 真的有家家自学的家长 所以您可能有什么想法 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 我们邀请你到节目里面 我们再好好的畅谈 是 OK我们下一集见 下一集见 远离肺炎 养肺很简单 睡觉兼养肺 养肺 趁睡觉就能做到 肢气管呼吸道受寒 造成的发炎 生痰 反复咳嗽等并发症 会大幅降低肺部功能 让病毒容易入侵 健康的肺是防疫最珍贵的资产之一 Apollo 5 Insight远红外线养生暖电 专为全身热疗而设计 躺在上面便可热敷背部阳气之海大椎屑 以及与肺脏相应的肺鱼屑 直接去除寒气威胁 保养肺脏 暖电使用专利远红外线发热纤维布 躺在上面即可拥有绝佳睡眠力 睡眠力就是免疫力 Apollo 5 Insight另外一个高人气产品 多功能热敷电 体积轻巧适合局部使用 对减缺肩颈紧绷 坐骨神经痛 痔疮都有极佳的舒缓效果 有好康要与你分享 Apollo 5 Insight推出日夜兼顾的超值防护组合 内含远红外线养生暖电 以及多功能热敷电 组合原价10800元 现在特会价62折 只要8000元就可整组带回家 养出好肺 睡出抵抗力 就趁现在 欢迎您直接拜访官网选购 也可在上班时间 拨打02-8791-9010 电话订购 Apollo 5 Insight 台湾居家热疗首选 永远关心您的健康